A2M作为我们最熟悉的欧谷之一 从去年20高位一路调整到5澳币左右 现在的A2M值得入手了吗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A2M现阶段致力于其在亚洲、澳洲、新西兰与北美国家 进行A2品牌的乳制品销售 2020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冲击着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 自去年第三季度开始 因为澳洲控制疫情而采取了关闭边境等措施的影响 代购这一强大买方受到影响 代购减弱的威力开始反映在A2M产品销量与库存之上 先知先觉的资本在其股价处于历史高位之时开始套现离场 选择指引操作的包括机构大股东与内部管理层人士 然而A2M除去多年经营的品牌价值之外 A2M在现阶流与债务方面同样做得足够优秀 虽然因各种因素导致了A2M股价在过去9个月的大幅调整 但是考虑到A2M的品牌价值与健康的财务情况 5块左右的A2M是物美价廉的 而8块会是A2M接下来的价格目标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